我们二次黑木模式惊险来奇 在此模式下 内鬼会变成成为我的世界中的黑木 它与史蒂夫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已经还散发着恶意的光芒 妥妥的敌对一方 黑木呢一共有四个技能 第一个就是变身 点击后可以在内鬼和黑木之间切换 当化身成为黑木后 其他三个技能就会展示出来 首先是天罚 使用之后 黑木可以向纸巾船员发射一枚炙热的火球 被击中的船员则会立马变成鸡腿 冷却时间十秒钟 第三个复身 黑木可以复身于任何的船员身上 操控船员的一切活动 在此期间船员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眼睛睁地看着 第四个虚无 黑木可以在现实与虚无之间随意地切换 而对付虚无其实就是相当于是隐身 另外最低谱的是 复身和虚无这两个技能 没有冷却时间 没有时间限制 当黑木解决掉所有船之后 就可以获得游戏胜利 至于船员嘛 哎 不提也罢 我估计就没有赢的可能啊 OK 那么游戏正式开始吧 依旧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内鬼视角 GoGoGo 老地方 监控室 去变身 顺便看看船员的位置 顺手 哎呦去这什么情况 我居然直接看清船员们的位置 哦 这这还看啥摄像头 这他们还拿啥影啊 来先把门都关上 阻碍一下他们的活动 然后咱们变身 哦哦出来吧 黑木 一个字帅气 哇哦 哎如果没记错的话 咱旁边就一名船员啊 噓 这兄弟正在专心做任务呢 咱们先不搞他 给他个机会 哦 哈哈 终于做完了吗 那接下来 你就安心的面对死亡吧 附身 哎 接下来咱们控制他 去到角落里面 就在这吧 就算有船员过来 在这里做任务 也不一定能看到他 哦 OK 咱们去找下一名船员 看看他们都在哪 呦呵 这个黄色的好像是灰哥呀 他正往这边走 那咱们去接住他 嗨灰哥 哎呦 想跑 在我黑木面前 还能让你跑了 哦 别慌嘛灰哥 你不是第一个 在前面 已经有兄弟 早走一步咯 你一点都不孤独 嘿嘿 再见灰哥 嗯 我决定了啊 待会只要碰到船员 我就控他们 带到这里来 嗯 地图上 怎么还显示灰哥 难道 我连灵魂在哪 也能看得见吗 哦 那接下来 我可得记一下 干掉的人了 要不然 他们来回的话 都印象我抓人了 哦 我去 我怎么把自己的路 给堵了 哎 算了 先凝身 可不可以把里面的人 给吓跑了 嗨 你好 走走走 我带你 去见你的兄弟去 OK 就这里 哎 你们三个人商量一下 都记住去吧 哦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们了 哦 大厅刚刚进去了一个船员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可不可以让他给溜了 嘿嘿 还在呢 虽说好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过 管他呢 反正你们 谁也跑不了 哦 来吧鱼儿 别挣扎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反抗 都是徒劳无功的 哎 后面好像 还跟着个尾巴 嘿嘿 别着急啊 一个一个来嘛 OK 咱们引着身 就在门口等着他 我倒看看 是谁敢跟踪我黑母 嗯 跑得还挺快 算小子失去 哦 仓库有这么多人啊 走 我也去测过热闹 又一个专心做任务的家伙 该说不说啊 你们是真的 拿命在做任务啊 搞得我都有点 不忍心干掉你了 嘿嘿 做完了 那就直接附身咯 待会儿啊 你就可以 穿墙做任务了 哎呦 嘿嘿 不用谢 我这叫 说到做到 我看一下哈 已经干掉了 一二三四五 五个船员了 这么说的话 再干掉一个就能赢了 哎呦 秀妹子 你可真懂事啊 说啥来啥 都省得我去抓人了 再现 游戏结束了 不得不说啊 这个黑幕 真的是太太太太 bug了 只要使用技能 我估计 很难有船员能逃脱啊 哦 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这就是 我骂死黑木模式了 那么 大家还喜欢浪哥 我是木模式 关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呀 咱们下一次见吧 拜拜 拜拜